槟城水灌两手洗肾中心难逃一劫 佛裔洗肾中心在大水退去后满地污泥 血液透吸器也无法静免 甚有被迫牵制其他中心 正在邻近清扫的志工 接到消息立即动员协助 李师兄他就来看了 然后我就说现在是没有水 所以他帮我们预订这个两个桶 然后叫人来拿水来给我们洗肾 就好像现在他们在洗 拿这个棒来洗 谢谢持继帮忙我们 刚才来到这边看的就是满地都是污泥 连那个洗肾机全部都是污泥 所以我们即刻开始跟佛裔的志工 全部一起开始 找手把这个地方洗干净 而未在北海的PRIMA洗肾中心 浸泡水中无法运作 中心的负责人联络北海 慈激洗肾中心的护理人员 希望能够把肾友证实 转机来洗肾 今天是8个患者 在这一刻 8个患者 明天他们还在订阅 几个患者 他们真的感谢我们已经做了 给他们 然后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我们真的帮助了 其他人的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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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业 所以当我进入 看这个地方是很漂亮 很漂亮 然后它们的手机 它们的手机 它们的手机 所以它有横路 它有横路 我会想到自己的东西 在这里做的地方 在工作的地方 非常感谢自己的帮忙 让我们可以度过这次的难关 志工尽快提供协助 希望各洗肾中心能够尽早恢复运作 大约新闻魏力柔度永药 陈敏马来西亚报导